携手201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 在成都举行携手201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 11日在四川成都举行开训仪式 印度驻华武官中方联训高级代表 双方参训官兵参加了开训仪式 中国第九批复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 通过首次装备核查南苏丹瓦屋消息 当地时间12日 中国第九批复南苏丹瓦维和工兵分队 通过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联南苏丹装备核查 所有装备全部符合联合国要求 这是该分队部署任务区后 首次接受联合国装备核查 韩朝完成非军市区互撤哨所检验工作 韩国国防部12日表示 韩国和朝鲜军方当天顺利完成 对非军市区内护撤警备哨所状况的相互检验工作 印度将发射史上最贵国产卫星用于军事用途 印度商业标准报 Business STANDARD 第12月12日 援引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该组织计划于12月19日 向太空发射再有最新通信卫星 GSAT-7A的火箭 该卫星用几位印军提供支持 美国加紧打到远程反导体系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军备控制条约的违规 问题屡屡向俄罗斯发难之际 美国又甩出打压俄罗斯的重磅炸弹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 美国海军和国防部导弹防御局 在12月11日 进行了陆基中断反导试验 使用部署在夏威夷的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 成功击落了一枚中远程弹道的导弹把弹 据美国防部导弹防御局透露 此次试验的拦截弹 是美国海军用作防空反导任务的标准 三Block IIA型导弹 在拦截弹发射后 导弹迅速升空 在陆基宙斯顿系统传感器的指引信息的指导下 成功摧毁把弹